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 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听说克塞特要跟着他的父亲去英国 玛丽丝感到既突然又震惊 他扑向旁边的一棵树 双臂抱住头 脑门顶在树皮上 既感觉不到树干擦破了皮肤 也感觉不到血液正冲击太阳穴 砰砰狂跳 他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宛如一尊绝望的雕像 随时会翻倒在地上 他这样待了许久 坠入这种深渊 很可能永无出头之日 他听见身后一阵伤心的细微的引气声 终于转过身去 是克塞特在哭泣 他拉起了姑娘的手 克塞特 我害怕发誓 也从未向任何人发过誓言 我觉得 我父亲就在我身边 好 现在 我向你发下最神圣的誓言 如果 你走了 我就去死 马里斯讲这话的声调很忧伤 但十分庄严而沉静 克塞特听了不寒而栗 感到 就像真有一个阴魂经过时 带来的寒气 他这样一恐惧 就不再哭了 马里斯继续说道 现在 听我说 明天 你不要等我了 为什么 后天 再等我吧 为什么呀 到时候 你就明白了 一整天 不见到你 不 这不可能 可塞特 我们就舍掉一天吧 也许 能换来一辈子呢 我要见的这个人 绝不会改变习惯 天黑 才接待客人 绝不破例 你说的 是哪个人呢 可塞特 你问我吗 我什么也没说 你到底 有什么指望呢 等后天再说吧 你一定要这样吗 你一定要这样吗 对 可塞特 可塞特用双手 抱住了 马里斯的头 点起脚 好同 马里斯一般高 想从他的眼神里 看出有什么希望 马里斯接着说 对了 我想 应当把我的住址 告诉你 可能出现意外情况 这很难说 我住在 一个叫 库贝拉克的朋友那儿 在玻璃厂街 十六号 马里斯 摸了摸一兜 掏出了一把折叠小刀 用刀尖 在石灰墙皮上 刻下了 玻璃厂街 十六号 这功夫 可塞特 从又注视着 玻璃厂街 马里斯的眼睛 告诉我 你有什么想法 玻璃厂街 你有个想法 告诉我吧 你告诉我呀 好让我 睡个安稳觉 可塞特 我的想法 是这样的 上帝 不可能要拆散我们的 好天 你等着我吧 马里斯 头底树干 冥思苦想那功夫 脑海里 闪过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嗨 连他自己都认为 荒唐而不可能 马里斯 还是决定 贸然走一趟 一天晚上 那是六月四日的晚上 基诺曼外公 满怀深情和苦涩 在想念着 马里斯 往往苦涩的味儿 更重些 他那变得苦涩的深情 到头来 总要沸腾 并转化为 脑恨 到这一步 他只能 死了这条心 接受 撕肝裂胆的痛苦 他开始 明白了 时至今日 再也没有理由 指望了 马里斯 要回来的话 早该回来了 不能再判了 应当尽量 习惯于这种想法 事情 无可挽回 到死 也不会再见到 那位先生了 然而 基诺曼外公的 整个天性 却起而抗争 他那古老的亲情 也不肯罢休 他正沉浸在 这种忧思中 老仆人巴斯克 忽然进来禀报说 先生能接见 马里斯先生吗 老人猛地直起身 他的脸色灰白 好似受电击 而挺起的尸体 周身的血液 涌入心房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马里斯先生 马里斯先生 鬼姓啊 不知道 我没有见到人 是尼克莱特刚告诉我的 他说 有个年轻人求见 他说 他叫马里斯先生 那 请他进来吧 基诺曼外公 保持原来的姿势 脑袋微微摇动 眼睛盯住房门 房门重又打开 走进来一个年轻人 正是 马里斯 他衣衫褴褴 幸而烛光 让灯罩遮住 昏暗中看不出来 只能分辨出 他那张平静而严肃 但有异常忧伤的面孔 基诺曼外公 又惊又喜 一时愣住 半晌 只看见一团光亮 就仿佛碰见了鬼神 他几乎要晕倒 要透过炫目的光芒 才看见马里斯的 那正是他 正是马里斯 终于盼来了 已经四年了 这回 算抓住他了 基诺曼先生 真希望马里斯 投入他的怀抱 这老人感到内心 充满了温情和哀怨 而表面 又只能显得那么冷酷 我问你 到底为什么还来这儿 您是来请求我原谅的吗 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了吗 他以为这样指点一下 马里斯这孩子就屈服了 马里斯浑身一抖 正是要求他否认自己的父亲 他垂下眼睛回答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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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是 您又来找我干什么 马里斯 马里斯 不过 不过 我来 我来 只是求您一件事 说完 我马上就走 你真是个糊涂虫 谁说让你走了 这句话 表明基诺曼外公内心的一些温情 意思是 快请我原谅啊 快来搂住我的脖子呀 基诺曼先生 感到再过一会儿 马里斯就要离开他了 是他不欢迎的态度 令马里斯气馁 是他冷酷无情 把他赶走 他心中想到这一切 痛苦又增添了几分 而痛苦随即又化为愤怒 他就更加显得冷酷无情了 他多么希望马里斯领会他的心意 可是马里斯又偏偏不理解 这就让这位老人心头活气 马里斯说 先生 我来 是请您允许我结婚 结婚 这么说 您要结婚了 痛谁结婚 我问对方是谁 恐怕不算貌美吧 这么说 你有了职业了 也挣了份家产 你干绿水这行 挣多少钱呢 一文钱也不挣 一文钱也不挣 您只靠我给的那一千二百里夫儿生活了 我明白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富有吧 她 同我一样 怎么 没有嫁妆 没有 那有望继承财产了 我认为不见得 什么 赤条条的 那么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那她怎么称呼 歌风小姐 绝对不行 先生 绝对不行 外公 绝不行 听她说绝不行的声调 马里斯明白 毫无希望了 她垂着头 身子摇摇晃晃 缓步穿过房间 要离去 但是 更像是 要死去的人 吉诺曼先生 眼睛盯着马里斯 就在马里斯 打开房门 要出去的那会儿 他不顾高龄 显出骄横惯了的老人的 那种急躁 几步跨上去 一把揪住 马里斯的衣领 用劲 把他拉回到房间 扔到扶椅上 对他说道 我说这事 孩子 你跟我再聊聊吧 这种突变 仅仅是 马里斯脱口而出的 外公 这个称呼引起的 马里斯 目瞪口呆 正正地望着老人 基诺曼先生 那张变幻无常的脸 现在完全是一幅 难以描摹的 捉普和善的神态 严厉的老祖宗 此刻变成了慈祥的外祖父 来吧来吧 聊聊 说说看 把你的风流事 说给我听听 说一说吧 全讲出来 我见鬼了 这年轻人 简直是太傻了 外公 好好好 这就对了 叫我外公 回头你就瞧好吧 这老头挤了挤老眼 拍了他的膝盖一下 直视着他的眼睛 神情诡秘而又得意洋洋 极其温柔地耸着肩膀 对玛丽丝说道 我说傻小子 你就让那个姑娘 做你的情妇 你看怎么样 玛丽丝的脸 刷得白了 玛丽丝听明白了 认为这是对 克塞特的极大的侮辱 这句话 如同一把利剑 刺进了 这个严肃青年的心里 玛丽丝站起来 从地上拾起了 自己的帽子 不自沉稳而坚定地 走向房门 到了门口 他转过身来 向外公 深深地施了一理 然后仰起头来说道 五年前 您侮辱了我的父亲 而今天 您又侮辱了 我爱的女人 我再也不求您什么了 外公 永别了 什么 永别了 玛丽丝 你要去哪 就在同一天下午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 然阿让来到了演兵场 独自坐在一条最清净的斜坡的背面 近来 他不大同克塞特一道出门 也许 也许这是出于谨慎 或者想静心思考 也许是每人生活中都不知不觉发生的习惯逐渐改变的缘故 他穿着一件工装外衣 一条灰色粗布裤子 戴着一顶遮住面孔的长蛇帽 现在 他对克塞特当时放心并满意了 一度引起他忧据和苦恼的情况已然消失 然而 他又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疑虑 一天 他在大马路上散步 忽然发现越狱出来的德纳迪 幸亏他化了妆 没有让德纳迪认出来 不料此后又多次遇见 现在他可以肯定 德纳迪总在这个街区转悠 这就足以令他拿定了一个大主意 德纳迪一来 这儿就会危机四伏 最后 刚发生了一件费解的事 他十分诧异 一直悬挂在心上 也更加警觉起来 就在这天早晨 全家唯独他起床 可塞特的窗板还没打开 他在花园里散步 忽然发现墙上有一行字 大概是用钉子刻上去的 玻璃厂街十六号 显然是新刻上的 老墙皮早已发黑 而刻出的字是白色的 很可能是昨天夜晚刻的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个地址吗 是给别人留的暗号吗 是给他发出的警告吗 无论怎样 这园子有人闯进来 不知什么人摸进来过 他还记得不久前 惊扰这所房子的怪事 他的思想 总往这个牛角尖里钻 因此他怕吓着可塞特 就绝口不提有人用钉子 往墙上刻字的事情 让阿让反复斟酌权衡之后 决定离开巴黎 甚至离开法国 干脆到英国去 他让可塞特做个准备 打算一周之内启程 马里斯离开基诺曼先生的家 心中十分傲丧 他进门时抱着极小的希望 带出来的却是极大的失望 他开始在街上游逛 这是排遣苦恼的方法 他能回忆起来的事情 一概都不去想 凌晨两点钟 回到库菲拉克的住所 他合一倒在床上 直到日上三杆 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但思绪在头脑里 仍然穿梭往来 醒来睁眼一看 只见库菲拉克等四个人 站在屋子里 都戴着帽子 正准备上街 显得很匆忙 库菲拉克对他说 马里斯 我们要给 拉马克将军送葬 你去不去 他们走后不久 马里斯也出门了 他一直留着 二月三日那次事件 任为交给他的两支手枪 还上着子弹 这次出门 就揣在兜里 很难说 他戴上枪 心里有什么隐秘的打算 马里斯在街上游荡了一整天 却不知身在何处 有时下雨 也全然不绝 他进了面包铺 花一酥钱 买一根小长面包做晚餐 揣进兜里就忘了 他恍惚在塞纳河里洗了个澡 但是也毫无印象了 有时候 脑壳下面就像生了个火炉 马里斯又面临这种时刻 他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再也不惧怕什么了 从昨天晚上起 他就跨出了这一步 他心急火燎地等待天黑 只有一个清晰的念头 九点钟 同克塞特见面 而现在 马里斯的整个前途 就是最后这点欢乐了 他走在最僻静的大马路上 不时恍若听见 市区传来奇特的喧嚣声 于是从冥想中探出头来 不禁说道 怎么回事 难道是打起来了 他按照答应克塞特的话 在夜幕刚刚降临 九点钟准时到达了普里梅街 一走进铁树门 就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了 已有四十八个小时 没同克塞特见面了 现在又要见到他 其他的念头一概消失 只有一种闻所未闻的 由补中的喜悦了 马里斯挪开了那根铁条 急忙钻进了花园 克塞特却不在他往常等他的地方 马里斯穿过繁殖蜜草 走向台阶旁边的凹角 他心想 克塞特应该在那儿等着我呢 他举目望望 只见小楼的窗板全关上了 他在园子中转了一圈 园子寂静 而马里斯惊慌失措 气急败坏 好似回家的时候 不当主人的那样 拼命地敲窗板 敲了这扇 敲那扇 敲了又敲 也不见有人来把他打开 园子里没人 房子里也没人 马里斯失望的眼睛 盯着这阴森的房子 觉得他跟坟墓一样 有黑而沉寂 而且更加空荡荡的 马里斯看了看石凳 他曾经坐在石凳上 在可塞特的身边 度过多少美好的时辰 然而他坐到台阶上 心中充满温情和决心 在思想深处 为他的爱而祝福 默默默地说道 既然可塞特要走了 他就只有一死 忽然他听见有人喊他 喊声好像从街上穿过林木 传过来 马里斯先生 马里斯先生 哦 是谁在喊我 马里斯先生 您在那儿吗 在这儿 马里斯先生 您的那些朋友 在马场街的街里那儿 等着您呢 马里斯 马里斯听到那个声音 并不完全陌生 像是艾伯尼那沙哑而粗鲁的声音 马里斯跑向铁栅门 移开活动的铁条 脑袋钻出去 他看见一个人跑开 像个小伙子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作者于果 由田芳文凯演播 录音合成张耀 监制田芳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